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来复习一下什么叫做抗菌药物 也就是说具有杀菌和抑菌活性的各类抗生素和化学合成的药物 那么什么是细菌的耐药性呢 细菌的耐药性又称为抗药性 是指细菌对于抗菌药物的相对不敏感性和抵抗性 通常是指细菌对于原来敏感的抗菌药物由敏感变成耐受的改变现象 细菌的耐药性可以分为固有耐药性和获得性耐药性 固有耐药性是指细菌对于抗菌药物的天然不敏感 这是由细菌染色体基因所决定的 代代相传不会改变 而获得性耐药是指由于细菌和抗生素接触以后 有脂粒或者是染色体介导 通过改变自身的代谢途径使其不被抗生素所杀灭 例如金黄色葡萄球菌能够产生β内心胺酶 从而可以对β内心胺酶类的抗生素产生耐药 细菌的获得性耐药可以因不再接触抗生素而消失 也可以由指令将耐药基因转移给染色体而代代相传 成为固有耐药 细菌产生耐药性是自然界优胜略态的法则和规律 适者生存 细菌耐药性的产生是它的耐药基因长期进化的必然结果 并非是抗菌药物问世之后才出现的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 抗菌药物的使用是细菌产生耐药性的关键驱动因素 我们来看这张图片 蓝色的细菌代表着敏感菌 这种蓝色的细菌代表着死亡了的敏感菌 而橙色的细菌代表着耐药菌 抗菌药物的使用并不会诱导细菌发生耐药性 但是它起了一个煽血作用 抗菌药物的使用使得那些具有耐药性的橙色细菌 能够继续的重活下来 最后像一流的武林高手一样 没有什么抗菌药物能够打倒它 令医生束手无策 研究表明超级耐药菌的菌株数在逐年增加 逐中所试的是与其他的主要死亡原因相比较 预计到2050年 由于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导致的死亡人数 和其他死亡人数的一个对比 我们看抗菌药物 耐药性导致的死亡人数到时候大概是1000万 而死于癌症的人大概是820万 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是120万 死于腹泻和糖尿病的人分别是140万和150万 可见耐药性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下面我们就来简单了解一下细菌耐药的遗传机制 某些细菌的染色体它会自发的发生突变 药物血则性压力有利于耐药突变株的存活 这种情况下 龙患用药可以防止耐药菌株的存活 而有的细菌 耐药性是由耐药止力所控制的 耐药止力它们可以通过结合 转导和转化等方式 在细菌之间进行传递 从而使得更多的细菌发生耐药 此外 转座子所借导的耐药性也可以传递 我们看像图中所示 TN转座位置插入某一个基因的时候 就会使得细菌产生对某一种抗菌药物的耐药性 这张表格当中呈现的就是转座子携带的耐药基因或者是毒素基因 多种转座子它们可以同时出现 从而可以导致多重耐药菌的发生 而整盒子借导的耐药性使得多种耐药基因在细菌中间进行水平转移 从而可以发生多重耐药 雪上加霜 所以这几个概念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 多重耐药性指的是细菌对于三种以上的抗菌药物产生了耐药 而交叉耐药性指的是细菌对于机制相似的抗菌药物产生耐药 善耐药性指的是细菌对于临床常规使用的抗菌药物均耐药 1945年弗兰明在诺贝尔获奖演讲当中 就预言了抗菌药物耐药性的问题 他说在不久的将来青霉素将在世界上普及 缺乏药品支持的患者很容易会减少剂量 不足以杀灭体内所有的细菌 从而使细菌产生耐药性 对于细菌而言 抗生素的低定律就是那些不能将我们杀死的抗菌药物 反而会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壮 使得我们不断成长 所以细菌耐药性的问题是人类无法忽视 也不应当忽视的问题 细菌呢 它们也是生命体 在抵抗抗菌药物杀灭的作用时 会产生耐药性 在不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的情况下 细菌的耐药性会迅速发生传递 最终任何一种耐药菌都可能会发展成为超级耐药菌 从而面临无药可运的局面 所以滥用抗菌药物最后受害的还是我们人类自己 开发一种新型抗菌药物 一般来说需要10到12年的时间 而我们看一代耐药菌的产生只需要两年的时间 抗菌药物的研制速度远远改不上耐药菌的繁殖速度 人类和耐药菌之间这场没有消夜的战争正在发生 希望最后的结局不是两败俱伤 最后还是要呼吁大家不要滥用抗菌药物 请大家谨记 抗菌药物的滥用将意味着抗菌药物时代的结束 今天我们不采取行动 明天就可能会无药可运 好 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